我拉了他手吧 他觉得就是非常不舒服 我说都这个连累了 你说咱们在一起拉了手啊 是不是快了肩走路 这很正常 他这个人都接受不了 因为我呢 没有谈过量啊 没有谈过量 谈过量的话 我们还没有的话 拉过手呢 你说他离婚的时候 拉过的手 我感觉真的太不舒服了 我的手呢 所以准备的话 让二十多岁的姑娘来拉一下 因为我感觉心里 心满足 那您今天为什么来啊 就是说给他说明个问题 以后不要再促谈我 咱们还继续做一个 结地关系好了 还是普通朋友 好嘛 现在他怎么纠缠您来啊 有一次吧 我去找工作 人家面试我的话走不开 人家要要护股本 要要护股本的话 当时我没有带 我就给方姐呢 打了个电话 我说你到我这来一趟的话 把我的护股本就取来 谁知道他取护股本的时候呢 他曾经的话 给了我家的钥匙 给我洗衣服啊 给我做饭 我感觉了很不自在 哎 您干嘛这么做 人家都不喜欢你嘛 人家也不想那 你看他不喜欢我呢 我就特别喜欢他 我陪他家钥匙吧 就是为了那 下午给他做做饭呢 收拾屋子 一个人在外面 也挺不容易的 你们俩真是痴情种啊 我也说不清楚 我哪个人 反正就喜欢他 我就想中他了 挺头痛的 我再问问您好不好 您在什么工作呀 我原来在矿子 时间退休了 那您现在干嘛 我现在呢 来北漂吧 北漂也得有点事做 您漂着干嘛呢 做个成员员什么的 刚才大姐说你还爱好文学是吧 对对对 英语时间爱好文学 写东西是吧 对 那你过去那个女神 现在你们还联系吗 因为有孩子了 现在也没法去联系了 你一定有个幸福的家庭了 咱们也不能打倒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 我呢现在的话 还正在寻找啊 城里边要是找不到 条件好了 咱们找个条件赖的 反正您的要求就是20多岁 未婚 对对对 他有的时候都会上大学门口 看人家大学生 跟人家聊啊 都会这样 人家说的神经病 真这么干啊 不是的 不是说 像卡纳亚说的 他真的 您跑到大学门口 我今天为什么这么 就是想让大家帮着他解脱 他心里有个急 听明白了 除了年龄要求之外 就没别的要求了 只要求年龄 年龄再一个要求 他作风正法 就是说没有实施婚姻的 哦 就是金童玉女 是吧 对对对 跟其他男人交往过的 您是不要的 对对 大姐咱回吧咱 这没法弄啊 这 我拿他也很办法 所以您就来了是吧 对 您就考验他们仨来了 是吧 我让专家帮我解决 我就这意思 开导开导 我们不一定是开导他 还是开导您的